Let's go Hello,大家好,我是九哥 我现在是在香港的酒店里面 我第二次来香港的时候呢 就看到有网友留言 问我去了香港的跑马场 没有,这时候我没有去 今天呢,是我第三次来香港了 我想的第三次来香港 一定要去一趟这个香港的跑马场的 然后我也在晚上了解到了 这个香港的跑马会的话 它是每逢周三和周末是有这个比赛的 今天刚好是周三 等下呢,是晚上七点半左右 那边是有举行的 我现在是在酒店这边 过去大概要一个小时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去那边玩一把 上次我在上水看到那里不是个跑马会吗 上面是可以买彩票中简的 如果说你买中的话真的可能发达了 上次我去澳门的时候 不是想玩一把拨一拨单车变摩托了吗 就是我用这两百的筹码去玩吗 结果呢,一铺清完了,啥都没有 然后我自己还掏了几百块钱去玩 结果也是没有 就是一点点小钱嘛 这次来到香港呢 跑马会那边也是合法去买这个杀柱的 好像说十块钱起步是吧 有六合彩啊 还有那个什么马素是吧 好像是这么说的 之前去那个茶餐厅吃饭的时候 不是看到香港这边一些老人家 比较喜欢看这些马报吗 应该就是上面的数字 今天晚上我要去那边感受一下 香港这边的一个马会现场的一个激情 上次我不是在澳门那边输了几百块钱吗 我要把我上次在澳门那边输的钱 今天晚上呢 在香港这边的马会全部赢回来 祝我好运吧 现在出发了 前面坐小巴士 然后再转地铁 去那那边刚好应该差不多就是可以入场了 我们来看看香港的地铁 现在五点多了 都有很多空位哦 不像广州 广州早就挤满人了 在中环的地铁站 沙班高峰期 这么多人 各个研究量就像广州的三号线 天河那么多人 渣打银行 利率好高哦 百分之六啊 这边香港沙班特别早 现在才五点半 原来香港的铜锣湾 这边才是最巅峰的 现在是在A出口这边 跑马地 场地我们要坐公交 走 往这个方向 到这里之后本来是谁要去坐公交的 收了这地铁只有八百多米十分钟 我决定还是走路过去吧 这一排过来有点类似酒吧的感觉 披萨 这音乐还是挺动听的 天黑了呀 我还没到呢 现在从隧道出来了 这点树袋真的是让我对香港又杀心的认知 然后那里是有个导览图 我先去看一下先 这是导览图 我看上 我应该选择从居入口 会员看台 一座二座三座 还有会员入口一 看到前面有挺多人在这里的 旁边还有三个四个警察 原来这是会员的一入口 城市在此排队 这是会员的 香港赛马会 大大的logo 会员 会员这里好多人呢 原来我们进去都是要分等级的 我估计前面这一帮人都是前往赛马会场的 我们的大众入口不容易 就是要我们要一圈 他们是直接进入 这就是区别 不到门票要多少钱 好像听说是要收费的 好像我发现 跟我一个发现的人特别少 是不是他们都是会员 只有我真的哈罗皮米才是走 大众入口呢 这里还做安检 看看包 看看包就可以了 拿包出来吧 兄弟们 好运好运好运 好运好运 要看什么东西 好运好运 要买票吗 不用买票 没费 你够不够18岁 够啊 够就行了 不够18岁不能进去 哦 谢谢 哇终于进来了 好多人来这边拍照哦 这一楼一排呢 就是有麦当劳啊 一些餐饮啊 还有饮料可乐之类的 然后我们右手边也有一些红酒之类的 好多啊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那个工作人员说 祝我好运 问我够18岁没有 我说够了18岁就可以免费进来 我激动我进来这里 我先参观一方先吧 这边不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一座二座三座吗 这边就是如果你有钱的话 就可以坐上面看得很清楚的 像我们普通大众就是做这个绿色这个 这是免费的 然后这里有好多喝酒的 还有啥 我看一下先啊 收银醋 奶茶饮料 完了 这啤酒60多70多80多 我刚才还说那个时代广场 一条烤肠是20块钱觉得贵 现在我觉得这里更贵了 现在烤肠都没得吃了 来这里看一下 这是有热狗 以及小吃 看一下 哦原来它是在这里买的 7岁14块500毫升 烤肠呢 芝士 热狗 60啊 扎熟片吧 30吧 这是热气的耶 还有烤烤面包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太意外了 这个我们来跑马场 不是应该有金主爸爸给我们投资这个食物 懂吗 一个烤狗60块钱 这就是我们站在坐在这里看 然后呢里面就是绿色呢就是炒那个赛场 还没开始呢 这场地非常的大 啊 又来了 烤得我好激动 哎呀我看到这里有个水 让我去看看有没有免费的开水喝 按下就可以喝了 哎呀 算了我不要我去 刚刚我不是说没有免费的水吗 其实是有的 就是要自己带杯子啊 拿两个 晕业来了 就特别有感觉了 这个气氛 像我们这些平民区呢 就坐在最底层 我们背后后面 不是有一层二层三层吗 他们就是层数越高越好 的话就价格就越贵 还有包鲜的 像我们这些大正的话都是免费的 不用抢的 我现在对这个 杀兔的这个游戏玩法还不懂 我等一会呢 要去那个杀兔那边去了解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怎么去杀兔怎么玩 来了赛马会之后 我突然特别显量澳门 澳门那边独产 它那些里面的免费的饮料啊 还有一些糕点啊 都是可以免费随便你吃的 但是来了赛马会这边竟然没有免费的 好激动好兴奋 还没开始呢 就是现在说的我口干了 但是我就舍不得花几只块钱吃 刚才问了那个工作人员 他说是从这里进去 又住的 我们从这进来吧 先来这边了解一下 现在还没开始 啊还真的是耶 我都不会看这边有个自住的 我来这边了解一下 哦还有VIP级别啊 也是这玩意吧 不会操作呀 不会操作呀 这谁买的 我刚才就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拿了这些 我不用给钱的吗 我也想拿几张 这拿了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三种 一种两种三种 四种四种票 现在不是还有一个小时才开始吗 我先到这边看一下先 这是围栏 然后里面是赛场 现在啥都没有 好多人在这里拍照啊 观众 游客 那里是个大坪 就是应该是什么场 那些中奖的那个马术 具体是什么 我现在还不知道 刚来了解的不多 这边还有一个场 这是个小场 这是个小场 这些花是真的花耶 不是假花哦 哦还有马报看 这个是今天的赛场的一个名单 这个马报 刚刚我没看懂了 完全没看懂 看这个马的名字叫的还是挺威水的 还有骑士啊 这什么 档位排名啊 这些都有 但是没看懂什么跑法 平奔啊 开杂 跳杂 这些都有的 然后这里还有马 铺铺铺的 那个什么 踢席啊 刚才那个 工作人员说是踢席来的 我没看懂啊 怎么怎么买的 我现在还在研究 刚才不是在那个杀铺铺里面 继续了游会吗 然后也拿了个马报去看了 看了半天 我一点都没看懂 这个比澳门的那个博彩业还要拿 一点投税都没有 现在先看第一场 看上他们是怎么玩的 然后这个马报呢 我就带回酒店那边研究研究上 他们说这个马报是不用钱的 可以带走的 还有一本书也是可以带走的 但是书我就没有去拿 我先拿个马报看了 上下 刚才看了里面的那些大爷 研究这个马报 比读书还要认真 真的是比高考还要重要 我真的服了 现在不是还没开什么 那是已经有马开始出出来了 我来这边看 其实我给你 你看这个八号的布 还没开始 先站个位置 第一场我先不买 然后我先看上香 第二场是7点40开始 还有五分钟开始了 第一场是三号赢了 我摸到他了 这是在炫耀了 现在全场人炫耀了 三号赢了 第一场冠军 现在第一场结束了 第二场还有一个小时 中场休息时候呢 现在开始音乐 音乐完结 就搞游戏了 搞节目了 看他去那边 凑热闹想吧 哦 前面好热闹哦 就那里音乐 搞音乐节样 去看一下了 時的一ot 课 她打散了 1 2 1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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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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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场的码开始签出来了 来看一下 9号码 快乐快乐快乐 10号啊 10号啊 11号 11号 5号 刚才第二场已经结束了 真的是买5号 我当时在那里看的时候 我就看5号码是特别精神的 真的 然后就中了 但是我没有去买 特别后悔 要是我买的话 我真的是中奖了 接下来的话 15分钟之后就开第三场了 就是你买选码之前 我觉得先看上码的状态 然后再去买是最好的 在这个大猪这里 好多人有来换钱的 还有换那个卷的 我现在拿100块钱港币先 100块钱先进卷 这边有玩什么东西了 过来看一下喽 完了两局就赢了这么多钱 100块钱好像没有亏到 换成现金走人 换成钱了 不完了 没输没赢 现在越到后面也越多了 现在8点多了 第6场还没开始 它总共有11场是12场来的 好多人了 我们现在回来了 这次马会呢 我是不亏钱也不挣钱 就是来这边第一次体验了一把 就是我第一场的时候 观看第二场的时候 我就选了一匹马 但是我没有去杀柱 如果我杀柱我就赢钱了 当时我选了45号 但是他真的是真的是他可惜了 然后后面我才杀柱 然后就把钱赢回来了 不亏不挣 那今天的这个香港马会就到此结束了 好精彩里面真的好多人 我们下期继续跟大家分享 香港这边的新鲜事物 喜欢酒哥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